大家好,歡迎回到我的頻道,我是Joey 今次這條影片就是拍一個我想拍很久的系列 就是叫動客的問答 之前一直都不太敢拍,而且有點緊張 因為我怕自己的分享不是那麼專業 所以這是一個不專業的分享 其實這幾年來也有不少人會在IGDN問我一些報警或讀警的憂慮或疑問 我看到這些問題有時候會很重複 我覺得也有不少人,即使沒有來問我 但可能他們都會有一樣的疑問 我覺得如果可以把這些問答,可以拍了影片去幫助更多的人 那我就覺得會更好 所以這條影片作為Episode 1 就是想用我Year 1的Portfolio去解答大家 主要是兩條問題 就是開學之前有什麼要準備或是學會的呢? 或者是大家暑假有很多時間的時候 會不會有些東西可以準備定的呢? 在開學之前 那第二條問題就是 可能會有很多接下來的阿奇人會議 就是會用什麼電腦 或者我正在用什麼電腦 會不會有什麼推薦或者要注意的事項呢? 因為我覺得如果我純粹很簡單地回答 大家這兩條問題就好像有點悶了 所以我也想用一個對我自己Year 1的Portfolio的一個reaction 算是reaction或者一個walkthrough 去順便給大家看一下 Year 1的時候其實有什麼要做 有什麼軟件是真的會用到的呢? 那我就不再說那麼多了 那我們現在一起來看看我Year 1的Portfolio 首先大家看到一個很致亂的 content page 通常我們的設計都會分成幾個部分去進行 就是一個整個部分 大家看到Portfolio的排版 通常我們會用一個Adobe軟件 就是inDesign去做排版 可能如果大家中學有做一些 可能在學校做一些 可能在學校做雜誌 做校刊的工作的話 可能都已經會用到這個inDesign的軟件 然後這裡就是一個 那時候的Studio Briefing 一個overview 那時候我們的Studio Project 就是中環的一個 在後行的condition 然後我們就在那個行仔裡面 去設計一個建築 可以叫做建築 或者是一個小空間 這個左邊的東西就是Aero View 這個model就是用Rhyno的軟件 去做的 其實接下來的幾年 如果建築model的話 我們通常都是用Rhyno這個軟件 做Rendering 這張圖就是用Rhyno的軟件 都是這兩個步驟 就是用Rhyno的建築model 然後用一些Rendering tools 去做一些出圖的工具 去到這個step 1 case study 其實我們那時候 大家每天都有一個尺寸 但是在分了一些小尺寸之前 我們就會整組一起去讀 一個大一點的尺寸 我不是說1999 主要我們有一個大一點的尺寸 那時候我們就在讀 Aberdine Street 我們就會整組一起去做這個case study 然後大家看到這一版下面的這些Lines drawing 那時候我記得就是用AutoCAD 因為那時候Ear 1的時候 一開始尤其是尺寸的時候 大家都是先學AutoCAD 少一點用Rhyno去做 因為我現在就會全部都放在Rhyno做 即使是2D的畫面 我都會放在Rhyno做 我看到到現在 可能Ear 3的時候 也會有其他同學 如果是2D的話 可能是Planer Section 那些他們都會用AutoCAD 我自己就用Rhyno 然後到下面這一版 也是一個Planer 還有下面就是一個Model的照片 首先說一下Planer 其實也是用AutoCAD畫的 當時有趣的地方就是這個Model 大家看到這個 好像一個很整齊的一條街 其實當時每一個Model都是不同的同學做的 那怎樣可以後製出這張這麼完整的圖 就是當時大家放在桌面之後 就要拍一張很漂亮的側面的圖 其中一個同學就把這些 就排在Planer 那裡 把顏色調整一下 大家全部都是差不多的灰色之後 就可以看到一個好像很連貫的一個 Side Model 大家可以看到其實仔細看 但是每一個Model的手工都是不同的 那這個後製就是用Photoshop去做的 然後到後裏就是我自己的 Individual的部分 因為我剛剛前面也有說 前面的那些 Overall的Side 的Studies 就是船組一起做的 那可能好像有10個同學 那後裏就是Individual的部分 那拍照方面 大家不需要說 我是不是一定要有一部相機拍照呢 那如果你有相機當然可以用 但是其實用手機已經是可以做到的 因為其實相機的質素不是重點 其實是你在相機裡面看什麼才是重點 那我好記得當時 我Ear One的時候 是沒有用得可供的Laser Cut 那我不太知道現在 這兩年的Ear One可不可以用 那我當年就是不可以用 那所以當時也是自己手砕模特 就是什麼呢 就是自己用Cutter介 然後自己用膠水黏 然後自己用膠水黏 然後自己去用鋼筆 去量度所有東西 去到Ear Two、Three 有Laser Cut 就方便很多 那就是用Rhyno 去PREP model 然後用Rhyno Mig2D 好像很多術語 誰知 就是用Rhyno這個軟件 去PREP 一些Laser Cut 去Laser Cut 然後再用膠水黏 就會快很多 然後去到Step Two 這一版 大家可以看到上面這張圖 我就是用AutoCAD畫的 那時候 因為這張圖 就好像我現在用Rhyno 起模特兒 然後做一個Axonometric 的Mig2D 但是其實 好像我剛剛也有說 Ear One的時候 很少用Rhyno 我們多多用AutoCAD 而且那時候 其實很少會組... 不是組... 就是很少在軟件上 建一個3D模特兒 所以這個Axonometric 其實我是在2D畫的 然後粉紅色的部分 我就是用Illustrator 去加上它的Hash 去代表我是在說這部分 所以其實Illustrator 也是很常用的 一個後製的軟件 然後這個IsoDrawing 也是那時候用AutoCAD畫的 我記得 然後它的設計 這個項目 左邊的部分 都是用這個Illustrator去畫 底圖就是AutoCAD畫 就是那裏的那裏 然後上面這些粉紅色的部分 就是用Illustrator去畫 然後這些Diagrams 我記得那時候 我也是用Illustrator去畫 這些粉紅色的部分 就是用Illustrator去畫 然後這個後面 這個就有趣了 這個就是一個 那時候Design Concept的Collage 因為純粹是代表Concept的 實際上的Design 是不是真的會是這樣的呢 就不是的 這個就是用Photoshop做的 通常大家看到是相片的Collage 就是用Photoshop 如果你要畫畫之類 就是用Illustrator 那這個Collage 我記得那時候也挺滿意的 我覺得是挺漂亮的 那時候我記得 這些Collage 就是 例如那天空 就是在網上找的圖 就是天空 地下 然後那些草草 然後那些人 就是上網找的 pngpix 那些雀 然後這些白色的門 是在Photoshop畫的 其他都是上網找的圖 然後再剪貼貼貼 然後後面也是一些 有些Concept Model 這些 Iteration的圖 都是用AutoCat去畫的 然後下面的Model 真的很臭樣 我現在看到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你在最後拍完這些Model的照片 之後 在排版上也是用InDesign的 然後後面有些 即是說我的設計的 inspiration 這些就是網上的圖 然後右邊就有一個 是我手畫的Sketch 所以其實如果大家 是很厲害手畫的話 其實E1可能都有很多機會 可以讓你運用你的手畫 因為其實我們的Tilter 也有不少是很喜歡手畫的圖 即是無論是你真的手畫 一個Final Drawing 還是一些手畫的Sketch Draft 他們都很喜歡的 我覺得 所以如果你有一個手畫的技巧 就可以多一點運用 我覺得 就不一定要用Software去畫 有時候手畫可能甚至更好 這個1比25的Perspective Model 我記得那時候我做得超辛苦 這些都是一些手剪 手指的東西 我記得E1也是比較多 是考手工的模型 就少一點是很延長 但是我不是很清楚 因為我看到今年E1也多用了 譬如要木剪 又要做雷射剪 至於他們好像 課程有點不一樣了 所以我就不太肯定 這個Wooden Mask Model 我記得應該也是自己手剪的 我記得是 即是它有些木給我們 然後就可以在Fab Lab Fabrication Lab 借一些剪 我們就可以自己剪木粒 去到後面也是很重複 就是手剪的模型 然後又是autocad畫的畫 去到最後 我就是想說這個Rendering 這個Rendering 就是 那時候我在Rhyno建了這個模型 你看到是非常之治療的一個模型 然後就用Nscape 就是我E1就是會用Nscape 其實後來E2、3的時候 就試多了不同的Rendering Tools 例如我都常用的就是V-Ray 或者是我現在都學到Unreal Engine 是很多不同類型的Rendering Tools 但是我覺得比較快 和容易用就是Nscape 所以E1的話 我就覺得可以試一下用Nscape 或者V-Ray先 這個就是用Nscape 去Rendering我起的模型 之後我就用Photoshop去做後製 你看到一些人 一些葉子 那些後面的樹 還有天空 都是我用Photoshop 去做後製 我現在看起來 當然覺得做得超不自然 很假的 但是我記得當時 以我E1的水平來講 我那時候覺得我做得挺漂亮的 這張圖 其實除了以上 就是我剛剛用完我的Photfolio 講的很多電腦軟件之外 另外另外一個我非常常用的APP 就是iPad Procreate 大家都知道Procreate 其實是用來畫畫比較多的 但是其實在我們的功課 或者Photfolio上 都有很多 其實可能手畫可以解決很多事情 可能會比起用Illustrator 畫很多的時刻 所以我到了後期 就是Y2-3的時候 很常用Procreate 去做一些Diagram 類型的東西 因為有時候 如果我們真的畫在紙上面 的話 我們就要花些工序去掃描 去PostEdit 去令色彩出一點 但是如果我直接用Procreate 去手畫的話 其實就可以散略 剛剛所說 要掃描PostEdit的工序 所以如果大家本身是有用iPad的話 我就很建議大家買Procreate這個APP 去做Drafting Skething 或者出Diagrams 這樣的工序 剛剛就說到我自己有用iPad 順便就是搞定第二個問題 就是 也有些人問我 會讀RQ 要用什麼貿特定類型的電腦 或者我自己是用什麼電腦 我自己就是用的這一本 HP Setbook Firefly 我記得過時也是網上 比較多人推薦的一部面圈式電腦 也有其他同學 也有其他同學 跟我用同一類型的電腦 我暫時用了這三年 都覺得它是蠻好用的 它的充電 或者它運動的速度 我覺得也是蠻滿意的 唯一有一件事我發現 因為我有一位朋友 是用另一部HP的電腦 但我不記得它是HP的什麼電腦 但它的顯示器 我覺得是 顏色和清晰度 比我這一部 但我覺得 基本上 用起來一切都蠻滑的 所以我覺得 這部電腦 我自己都會推薦的 跟大家說完 我自己是用什麼電腦 之後 就解答一些比較 大家會對 Aki用電腦的問題 第一條問題就是 會不會建議 是買Laptop還是買Desktop 因為我自己本身 中學的時候 是有一部iMac 做Desktop 在家裡 但是因為 我們關於除了 在Studio 有一個自己的位置 去做事之外 其實我們也有很多其他課 要上 很多課 都要做Notes 要打東西 打課 打課 各樣的 我自己就是 Laptop之餘 我就會買多一個屏幕 因為大家 可能想買Desktop 可能是因為想有一個大屏幕 我就會建議大家 在用這部Laptop之餘 可以買多一部屏幕 買多一部屏幕 買多一部屏幕 放在Studio 那裡用 因為我後期 用了屏幕之後 我覺得真的好很多 因為這個Laptop可以有的尺寸 真的有限 然後你又不想它太重 買的時候 你又不想買太大 所以如果有屏幕的話 就可以一來 我就很喜歡 有兩個屏幕 可以一邊做事 一邊看YouTube 或者看影片 那我就覺得 很棒 因為其實我們這些 每天都有十幾二十個小時 在Studio的時候 有時真的要一邊做事 一邊看影片 去娛樂自己 然後呢 還有有時滑圖的話 買了這個屏幕 有時真的會駝背 或者很辛苦 如果有一個大屏幕 又可以坐得好一點 還有可以看的東西 都可以清晰一點 可以放大一點看 如果有預算的話 都可以買多一個屏幕 放在Studio 這樣 那這部影片 就到這裡了 我發覺 自己是 不是很專業 但是我會把我找到的 有用比較詳盡的網站 或者資訊 就放在下面的 描述箱 如果大家真的 想了解更多 可以看一下 那些網站說的內容 希望這條影片 都還可以幫到大家 在電腦那裡 我也有一樣東西想補充 就是 其實大家不需要太急著買 如果你是未考慮清楚 還是很不確定的話 可以等到開學之後 一個月才買 因為當時我自己都是這樣的 因為我想了解更多 其他同學會用什麼電腦 還有想請教一些師兄姐 他們真的用了之後的經驗是怎樣 因為剛剛開學過 兩個禮拜的時候 都沒有什麼工作 都還不需要開始 用到 那麼大量去用到電腦 所以如果大家是有遲疑的話 就不妨都可以 等多一會再買 希望這條影片幫到大家 如果大家做了什麼其他問題 都歡迎在IG DM我 我都會很樂意解答大家 有機會 這個是我都想拍攝其他 很多人問我的問題 例如就是 如果我沒有做到Aptitude Test 可不可以還放它在A1呢 因為這條問題 連續幾年都有人問我 另外就是 都有一些很想演的Stereotype 例如讀阿姨是否真的沒得睡 或者是否買材料要用很多很多錢 我也想在之後的Kenni的影片 可以嘗試一下 回答大家這些問題 所以這條影片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